大家好 我是英俊潇洒的潘邪庆 你猜到了吗 原来是潘邪庆 那潘邪庆 其实我知道你有个是妹妹吧 潘美晨 我一直以为她是你姐姐 因为她好像唱歌比你早 你说姐姐也无所谓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会比较开心 那么潘美晨的哥哥 原来是潘邪庆 对对对 我相信新加坡的观众 对你是既熟悉又陌生 因为你陌生是因为 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 对 其实我将近有差不多有 快两年的时间 没有跟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见面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为什么两年不来 不够朋友 其实呢 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一的到来 但是我就是因为 太思念新加坡的朋友 所以我才赶到这里来了 哎呀 原来是思念之风 我都把她吹来了 我差点流眼泪了 不过那是变人了 她可能是比较忙了 忙她的专辑 对不对 其实我在这两年当中 我觉得过得蛮充实的 因为我去了 就是到大陆去做一些寻回演唱 然后也去日本学制作 编曲 舞台设计 还有造型 怪不得 那么马不停蹄可以说是 那么潘邪庆 我知道你好像很擅长搞造型设计 对不对 是的 你的新专辑是自己搞的造型设计吗 其实我的新专辑 从我出道到现在 我在之前我是做造型 做服装 做发型 然后 开始走目前的时候 我才把我整个人 就是整个造型 交给真正的 就是比较懂得唱片的 专业的 算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 他们的专业的理念 然后去帮我做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那潘美成的发型 大家都知道是很特别 很有个性的 你有没有参与他的这个造型的 他从第一章 从第一章到现在 都还是我在帮他做 不过我自己本身的 为什么会把我完完全全交给别人呢 我觉得是因为 以自己本身照镜子 像说我怎么看镜子 我都觉得说 我还不错啦 蛮帅的 但是我不知道说 应该什么样子的一个style 会比较适合 所以我会觉得 一定要听其他人的 像好朋友 或是说比较更专业的 他们对于唱片 因为在唱片的一些男歌手 就是他们也是本身都有一些 自己的造型师 那我也是希望说 能够有别人从旁 给我一些协助 然后我再跟他讲一些意见 那你原来是搞幕后工作的 是什么风把你从幕后吹到了幕前 其实这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长的一段故事 现在有机会讲 简单讲 简单讲的话就是莫名其妙地进来了 莫名其妙地 算你是有个胶带了 那么你又懂得搞设计 就这样子讲就好了吗 可以了 我想听歌迷会自己想 那么你看你又搞造型设计 又会唱歌等等 我想知道什么是你的最爱 最爱 其实我对每一项都很喜欢 都是我的最爱 怎么办 就是我会服装 会发型 然后会就是画画 还有就是会睡觉 睡觉不算正常 不过我看你喜欢东西 跟艺术都挺有关系的 对 我想我的最爱应该就是艺术 就是有关艺术的所有 像音乐 美的 画画的 还有就是种种 只要稍微碰到有 跟就是审美观念 像说视觉的 听觉的 嗅觉的 我觉得我都很喜欢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什么问题 小声音 你妹妹潘美成 有没有男朋友 怎么你问我这个问题 能不能答 有没有关系啊 在这里这么 怎么不能说 你偷偷地说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就你知道我知道 潘美成知道 但是我一讲 就全部的人都知道了 你也不怕了 你讲嘛 但是我从来没有 没有跟别人讲过 你跟我讲 那我偷偷跟你说 好 他什么都没有讲 对对对 就完了 你们去问他 我跟你说 其实呢 我可以帮你多播几首 你的美之路 有的这样做完交换了 还跟我谈家姐 我是帮歌迷 他们想知道 真的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想我就考虑看看 大概十首歌的话 我就愿意一下 十首歌 十首歌 好 看这样吧 让你再想想 我们再说吧 那么广告回来之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潘邪清为你唱出的什么歌呢 这首歌曲是 《多想再问问你》 我依然连着你 那颗最粗的心 它始终温柔 深藏在我心底 多少年日复 一日思念累积 多想再问问你 是否能够再相遇 你 早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